嗨,终于到了 我回来很恐怖 我感觉整个中心好像剩我一个 剩我跟叔叔两个人了 我刚回来的时候 压整个中心 压雀无声 哎呦,装的花了 这个中心异常之安静 晚上好,晚上好 开始啊 而且我刚刚就是先去陈雨姿那里 他带我看看中心嘛 然后,我们先吃饭 吃完饭之后他说 他回心中心 我说我跟你一起回 我顺便看看 看看我自己房间什么的 然后 然后我要说什么来着 前面忘了,后面忘了 哎,我真忘了 我要说什么来着 最近不好 不不不,我要说 我要说什么来着 房间里有什么 房间里没有什么 我要说 我要说什么来着 啊 家人们这就是晚睡的痛苦 忘了,反正反正我就 反正我现在就回来了嘛 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就 我回到那个中心门口 我感觉整栋楼就我跟叔叔了 非常安静 真的非常安静 特别是上了二楼 这整个走廊空空荡荡 只有我的房间灯是亮着的那种感觉 就是 OK,整个二楼现在就我一个人 哦,好像还有理会吧 可能 大家基本上都搬过去了 然后N队好像没搬吧 但N队住三楼 N队基本上都在三楼 就 天哪 我真的忘了 天哪,我忘记了 我刚刚要讲什么 我在心中心 我在心中心发生什么了 发生什么事来着 天哪 哦,对,我就回 我就先陪陈雨子 不是陈雨子,陈雨子陪我 然后我先去他房间坐了一会儿 然后 我把那个鞋一脱 我穿上拖鞋 我说我脚怎么这么疼呢 然后呢 我说陈雨子别介意 我把袜子一脱 我的脚底 我的脚底 有一个水泡 我跳过眼 跳出水泡来了 我说这也太努力了 这百思不得其解 怎么会这样的 怎么会这样的 想不通 想不明白 鞋怎么玩呢 那要把床垫搬过去 那肯定得搬过去 谢谢谢谢阿渡的一份 我的鞋 我的鞋没问题 应该是公演的鞋有问题 我的 我的 我感觉我撕鞋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毕竟是运动鞋 我这里就是没收拾 看看我后面 就是现在还是处于一个 一塌糊涂状态 等搬家公司来了吧 等搬家公司来那天 然后搬家公司 对对 水泡 挑破了 然后擦了擦了电服 没有 我之前一直穿着鞋呀 但是从来没有摸过水泡 我那天穿着这双鞋 不是去那个 去拍我的那个证件吗 凌晨三点 到晚上八点 从 宝山 到松江 再到浦东 再到 呃 那个叫什么 那个小岛 崇明 再到崇明 走了一天 我都没有起泡 今天起泡了 你说是我鞋的问题 还是公演鞋的问题 对 那总不能穿着外套跑啊 只能拿着衣服 拿着外套跑 唉 我这两天有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就是我现在房间还剩一箱牛奶 和一箱那个柠檬水 我柠檬水快喝完了 我在接下来29号之前 还有几天 我算算 今天是22 今天是22号 是吗 就当是22号 今天是24 今天不是24 今天是22 22 23 24 今天是23 今天到几号 今天23 23 24 25 26 27 28 6天我要喝完 123 45 67 89 我要喝完酒 瓶牛奶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没什么好搬的 但是呢 你不喝浪费粮食 毕竟买都买了 咱就说得喝 所以现在就喝一瓶吧 给叔叔 哦 诶 给叔叔 叔叔应该 有很多东西 估计 中心有很多东西 每个平 人均每个房间一台冰箱 对吧 我有个桌子 我还挺喜欢的 你们说我要不要带过去 不知道带过去没地方放 我想断舍离它 但这个桌子 当时我买回来可喜欢了 你们看看 就这个桌子 我可喜欢这个桌子了 有看到这个桌子吗 虽然它是拼多多产物 但是不影响它的质量和美观 还有我买的那个椅子 我的那个电脑椅 虽然它是拼多多产物 主要是 这个桌子带了 心中心每地方放 是其一其二是 心中心有一个 那个小电脑椅 我那个椅子再放 再放过去吧 好像也很尴尬 对吧 对 二手出掉 二手把这个东西 就是退一万步来说 咱们这个桌子 能卖一百块钱 其中快递费就五十 我何必为了这五十块钱 辛辛苦苦搬上搬下的呢 虽然五十块钱也是钱啊 但是你想我一个八十斤不到的女孩 我要搬着这个桌子上下楼 寄快递 我觉得这五十块钱 挣得很辛苦 本地自提 如果是本地自提的话 那估计最多就卖二十块钱 我觉得也算了不麻烦啊 还挺 挺折腾的 对 对我想好了断舍离 但是我现在唯一纠结的一个东西 要不要断 我最纠结断舍离的是我的那个书柜 我可喜欢我那个书柜了 但是我那个书柜好像 就是怎么说呢 带过去也不知道放哪儿 我现在纠结了两个东西 一个是我的那个电脑椅 还有一个就是我的那个书柜 我房间很乱啊 你别介意 就是有看到吗 那个书柜 然后那个电脑椅 夏天不热吗 它不是在房间里面的吗 房间不开空调吗 怎么会热呢 书柜可断 我想的是我宁愿断椅子 我也不想断书柜 天呐我也太读书了 都带 那房间放不下吧 那房间就那么大点地方 完了之后 它的那些家具还是 还是死的 没位置放 就是没位置放 断 断什么好呢 断什么好呢 没想好呢 不行 不行 必须得断舌离了 不能什么都带过去 就是 我考虑的就是住单间 住单间好像都没有位置放 我今天去看了一下 我看了一下 我说就算住单间 我都不知道放哪 主要这椅子贼大 这椅子宽度快赶上那边中心 给我安排的那个书桌的宽度了 单间很小啊 不小啊 单间就是现在的双人间啊 只是一个人住 但问题是 它这个双人间 它的格局已经锁死了 然后那一整面电视墙 放不了任何东西 因为它已经安排好电视跟柜子了 然后它这边沙发吧 也动不了 厨房这边也 厨房这边还给你 给了你一个桌子 也动不了 完了之后还有个大冰箱 冰箱面前你也放不了 任何东西 然后 唯一给了你一点空间 那个空间只能放张床了 别的啥也放不下了 所以我就在想 我这些东西带过去 我也没地方放 怎么办呢 形容性不小 但问题是 就是 没地方放东西 没地方放 没地方添置 任何多余的家具 你把它当成一个那种 比较大的那种 快捷酒店 你想象一下 就酒店的这些东西 它已经固定死在那 你要往酒店里面添加 添加家具 你不知道往哪添 这家都得一分 厨房 厨房对我来说 就是我这个人 过得非常的不忠实 厨房对我来说 就是泡茶做咖啡 或者是 拌点沙拉的地方 我不会用它来做菜呢 书柜不实用 那我这些书 没地方放 扔掉吗 这也太 我已经想好 我的库洛米放哪里了 就是电视墙 它有一个非常宽的一个 那个 非常宽的一条 那个 你知道酒店电视机下面 不是有非常一长条 那个横的那个 像桌子一样的东西 说宽不宽 说窄不窄 那个东西 可以放一整排的库洛米 我会做饭 但是我不想在中心做饭 那边也没有食堂吧 那边估计是每天 每天有盒饭吧 主要像我这种 一天一顿的人 你说我做饭做什么呢 做个开心 我能在 我能在那个 每天可能最多最多 我就在我的那个小厨房 煎个鸡蛋 给自己当早餐吃 其他时候我做什么呢 煮个泡面 你吃泡面 你为什么不去吃盒饭呢 盒饭虽然难吃吧 但是它起码营养价值 比泡面高呀 我不会在中心做饭的 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 我会把它当成一个西式厨房 做一点不是人吃的东西 什么沙拉呀 什么 什么咖啡呀 什么弄弄茶呀 这些东西 我只可能 搞一些这些 做点不符合中国人 喂的东西 我今天贴了下几毛哟 快看 厉害吧 说实话 那个沙发跟床 我看了下陈宇兹 他们那个间距 基本上床都快贴着沙发了 才放假的 我可能 床不会买那么大 但是我那个小床吧 也就是说 跟那个沙发的距离 其实也不宽 我要是把那个 书柜往那一摆 我感觉我给自己 搭了一座 棺材 就很奇怪 从不管是从 你不要说 从风水学上来讲了 你自己想想 你都觉得很奇怪 你想想你那个床 旁边这么高的 一个那个书柜 我这书柜主要是也不高 我那书柜不高 我那书柜差不多 其实只有 只有我桌子这么高 你想想你往那个床一躺 你感觉 奇怪不拉 而且我书柜还是原木色 试个别的颜色也就忍了 能搞点阳间一点 可以放沙发背后 那沙发挡住的那一块干嘛呢 那么沙发挡住的那一块 干什么呢 除了人 统统不带了 还没有富裕到那种程度 如果我们富裕 我可能就这么做了 好吧 全部不要了 直接把我 把我那个老房间炸掉 然后我 我就是一 带着人 带着人 不是 库仑米不能炸 带着人 带着库仑米去行行 不行 因为我 床头对着书柜 首先 从风水学上来说不好 其次什么呢 我这个人 有那么一点点 强迫症和洁癖 就是那个格子 是最草务纳垢的地方 它每天还在我的头上 那我每天 我以前每天睡前 干的事情 刷手机 后来我就变成 每天睡之前 把每个格子给擦一遍 这太难 我是活得太累了 不行 绝对不可以 被你们这么一说 我感觉这个书柜好像没什么用 但我书太多了 它的那个书柜我放不下 我怎么那么爱看书 是不是看过的书就可以扔掉了 主要是我觉得扔掉书这个行为有点可耻 我捐过很多次了 我已经捐过很多次 我以前还喜欢捐衣服 后来我发现 我们这边快递不当人 然后就没有捐衣服了 经典的经典是什么 经典的经典是我特别喜欢我买的这个衣架 后面这个衣架 它是一个 就是虽然我现在挂了很多 但其实挂的少 还是一个非常 非常好看的一个衣架 它是个铁制衣架 它上面是个这个衣架 下面是个铁框 因为我东西放多了 它上面是个铁框 这个才是我最想带过去的 这个是我绝对不能断舍离的东西 虽然它是 它不是评多多产物 就是想不到位子了吗 就是衣架书柜 和这个桌子 这个桌子我已经决定好断舍离了 然后那个桌子我也不要了 那个书装桌 不是书装桌 那个叫什么 我的化妆 化妆台我也不要了 不要了 之后不化妆了 那怎么办嘛 不要书柜了 不要书柜了 我的书放哪里 我的书放厨房 厨房的空间 厨房的空间是真的大 厨房的储物也非常大 但是我觉得非常奇怪 因为主要是厨房 它有那个抽油烟机和水池 你知道吧 你往厨房放书 莫名其妙 厨房的上面 几排大柜子非常大 然后我就 我就跟陈宇兹说 我说我冬天 冬天的厚外套 还有什么冬天的那个厚被子电视台 我都特别想往厨房里面塞 我说你会觉得奇怪吗 这个储物空间太大 我储房没有那么多东西 我没有那么多 什么锅碗瓢盆 这些东西 天哪 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不吃 我是一个没有生活气息的女人 我是一个不吃饭的女人 对厨房除了厨具 我其实厨房 我想一下 我会带一个那个奶锅过去 那个可以煮牛奶 然后再带一个小锅 都是之前彭加米送给我的 彭加米还是宁克送给我的 我嘴巴他两个谁送都一样 然后尖尖带什么的 然后再带两三个杯子过去 没有了 这些是我厨房的全部东西了 没有了 还有什么 厨房还要买什么 厨房还要放什么 没有了 厨房没有任何要放的东西了 我甚至想把我的厨房改成 改成那个化妆台 但是也很奇怪吧 饮水机 热水壶 没有 我现在 我说实话 我房间没有热水器 不是 不是热水器 我没有饮水机 我这个人已经进化到 就是我只 就喝那个 就喝矿泉水 当我非常想喝热水的时候 我就有这么一个东西 我拿给你们看 我已经进化 我感觉我进化成 一个生活非常不中国人的人 就是实在 今天必须得喝热水的时候 我就会用它煮热水 但是我几乎不喝热水 就是它想 它是一个保温杯 然后其实呢 它是一个热水壶 我到现在 我都没想过 我买它回来 我好像喝过热水 没喝过 这个玩意儿都没打开过 因为我买 当时买它主要是 就是出去住酒店的时候 我觉得酒店的那个 煮热水的非常脏 然后我就说 这个带到行李 带到行李里面 结果每次出去 也没有需要 也没有说 有必须要喝热水的地步 然后就买回来 也没用过 反正 但是总有要喝热水的一天 所以我就一直把它留着 我也没扔 我这个人 怪毛病 就是过场很多 你们知道过场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事很多 事很多 我出去住 出去住酒店 事很多呢 我不用酒店的浴巾 不用酒店的毛巾 不用酒店的杯子 不用酒店的热水壶 对我来说 常温水足够了 我喜欢喝常温水 其实我也不喝冰水 就我 我的生活方式 没有那么西方 我还是挺中国人的 但是我确实不爱喝热水 我就喝常温水 然后 我其实我最大的 酒店的拖鞋 我也不爱穿 除非是那种 就是 稍微好一点的酒店 那个拖鞋我是愿意穿的 不舒服 然后酒店的什么 我不用 酒店的牙刷我不用 现在酒店也不爱提供牙刷 对吧 反正我也不用酒店的牙刷 然后酒店的那个 我还有什么特殊癖好 酒店的枕头 我还睡了 但我会带一个那个枕套 剪一根枕套 酒店住的久了的话 我会带四件套 直接带四件套 如果住个一两天 我就将就了 但是我一定会穿衣服睡觉 而且是那种 长袖长裤的睡衣 就是 皮肤不接触酒店的 天啊 我事儿真多 我事儿真多 谢谢车车的荧光海 然后 对 我去酒店都 都穿一次性袜子 一次性衣什么的 还有酒店洗澡的那个 如果它只有那个 只有那个叫什么 只有那个 可以拿下来的那个花撒 我不太愿意在酒店洗澡 我可能会 可以对 可以移动花撒 我 但现在酒店 这边它都有上面那个 和可以移动花撒 然后我只用上面那个洗 我不会用下面的 可移动花撒 就是它一般 头顶会有一个 在天上的 在天花板上的 固定好的 那个 出水的淋浴装置 然后它下面有一个 矮的那个是可移动的 然后我 绝对不用下面那个 我全用天上那个 我不是不洗澡 就是如果说 它只有那个可移动的话 然后我 就是会那个 去 别问别的房间 谁有那个上面的 我去他房间洗 如果说这个酒店 没有的话 我会去外面的地方洗 但不会有 就是现在酒店这边 都有这个 都有上面的 所以 目前这个问题 我还没遇到过 对 虽然那个总感觉 洗的不舒服 洗的不干净吧 但是那个是很干净的 对我来说是很干净的 就是我这个人 事很多 家人们 然后 我出去住 我也会带一大包 那个酒精试食精 就是马桶 先里里歪歪擦个遍 我才会 上厕所 就是 解癖人的 其实也没有那么解癖 只是我 对 事比较多吧 我甚至不爱用 酒店的吹风机 我不自己带吹风机 当然不是嫌脏 主要是酒店吹风机 一般来说功率都不行 吹半天 我头发长得要死 我才会自己带吹风机 吹几下吹干了 特别难用 对 对 所以其实 小罗上次那个 上次 我身工也不是说吗 说我 我心里像像个白宝箱一样 是因为我 出去住酒店什么的 我真的会带 带很大的行李箱 然后里面装一些 别人都不会带的东西 对 前期工作一小时 我到了酒店之后 我要 而且我这个人最恶心的点是什么 我跟你们讲 就是酒店 他不是会给你提供那个 毛巾啊什么的 我虽然不用 但是我会把它非常工整的平铺在酒店的那个洗手池台上 为什么 因为我不能容忍 我洗漱完之后 那个水 溅在那个 那个酒店的那个洗手台 不是都非常长吗 其实它水池就这么一块 但是它旁边很长 你放东西的地方 我不能接受那个上面有水渍 所以我都会把毛巾平铺在上面 或者浴巾平铺在上面 这样它就可以 就是比如说我洗点什么 不小心那个水滋出来的话 它这个毛巾就吸走了 这么办 然后人家 人家的那个 去酒店不是带的那个洗漱的东西 比如说装一包 然后在这翻翻翻就行了 我不行 我到了之后 我要把那个洗漱包放到卫生间里面 那个毛巾平铺好之后 然后就是什么 要用的东西 我都会摆出来摆整齐 摆在那个毛巾上面 天哪 我好烦人啊 我自己都觉得有点烦 谢谢彻彻的端午中 我很累 跟我住一起成员太幸福 不会了 跟我住一起成员是受不了我的 为什么 因为 强迫症 我是强迫症加洁癖 这是一个非常烦的事情 就比如说你跟我一起住酒店 对吧 你洗漱完之后 你那个台上有水渍 照理来说很正常 我会拿起毛巾 把水渍 我会拿起毛巾 把酒店的洗手台上的水渍擦掉 要不然我会睡不着觉的 所以别人肯定也觉得烦 别人肯定也觉得有毛病吧 我洗漱完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过来打扫吗 我都是用酒店的毛巾擦他们的那个 擦他们那个洗手台上的水渍 我怎么可以拿我自己毛巾擦 当然我自己出门都是带那个一次性洗脸巾 什么的 而且我这个人恶心到什么地步 我恶心到就是进了酒店 换的那个鞋 那个鞋必须放在我换 它提供一次性脱鞋的那个 有柜子就放柜子里面 没有柜子就放 那个 它有个那个 就是那个 嵌入式的那个 叫什么柜子 它一般有那种拉开的柜子和那个嵌入式柜子 就是哪里给我提供 哪里给我提供一次性脱鞋 我就把我自己的鞋就放在那里 这个真的有毛病 我确实有毛病 而且 我会尽可能地提醒我 跟我一起住的人 或者是我帮他 把他的鞋也放在那 我不能允许他的鞋就放床旁边 就是 很多人就是比如说 我到了之后脱鞋就脱在那个床旁边什么的 我不行 我不行 真的真的讨人一眼 我知道 春泽真的有人讨厌 而且我就算住酒店 那个晚上吃了外卖 也必须给我丢出去 你们觉得烦人吧 丢门口 酒店阿姨虽然没有很轻松 就是必须得丢出这个房间 我不能忍受 晚上睡觉的时候 一直闻到外卖那个味道 我觉得非常烦人 垃圾袋绑起来不行 还有就是我有个特别烦人的点 我不知道 这个点也很烦人 就是 你那个住酒店 有些他洗手池那儿没有垃圾桶 比如说我们女孩卸了妆什么的 可能洗脸巾卫生棉 不是卫生棉 那个叫什么 化妆棉 卸了妆的东西 你就会丢在那个洗手台旁边吗 不行 我会把垃圾桶放到 洗手池那儿 咱们的那个 卸妆棉 洗脸巾 或者是用完的什么小样 反正垃圾 必须丢到垃圾桶里面 你不能丢在那个台子上面 如果你丢在台子上面的话 我会过去帮你 把那个丢到垃圾桶里面 所以我一直喜欢一个人住 我不喜欢跟别人住 就是我也受不了 别人也受不了我 所以大家还是不要 不要因为生活习惯不同到矛盾 所以我一直坚持自己一个人住 当然还有些别的生活习惯 我其实 不是因为我受不了别人 不是因为我要求别人怎么样 是我觉得别人受不了我 所以我觉得 为了咱们的那个 为了关系不恶化吧 我还是一个人住吧 铺很多纸巾包起来 包起来完了你得扔啊 你不能不扔啊 还有就是酒店比如说 很正常啊 你住酒店 你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 就比如说你拆那个一次性 一次性拖鞋的那个 外面的那个包装袋 拆完之后 你就随手扔地上 对不对 我会帮你捡起来 扔到垃圾桶里面 就是这个酒店 地上不能随便扔垃圾 垃圾 垃圾就该在垃圾桶里面 你们觉得难受吗 跟我住很窒息的 谢谢寿司 的零点一番 不 有些时候酒店其实随便吧 你比如说你那个 你那个一次性拖鞋的 外面那个包装袋拆了 你就随手就扔在那个 换鞋的地方 或者怎么样 其实也没关系 对吧 不是 我会 谢谢高建里的一点 我会先让他收拾 就比如说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 比如说鞋 他鞋放床旁边 什么的 没有放在那个 穿一次性 一次性拖鞋 那个位置的时候 我会提醒他 提醒完之后 如果他不那个话 我才会去把他收拾 但比如说像我自己 觉得过分了 比如说那个洗手台 旁边不能有 你用完的那个卸妆棉 或者是那个洗脸精 你丢那儿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属于 我自己的一些 个人 个人系好 过分的这个 我就不会说 我要求你 我会直接帮你扔掉 没有 因为就是比如说 有些酒店 他的那个 洗漱台那里 他是不提供 不提供那个叫什么 他是超级干湿分离 他的 有些酒店 他的洗漱台 是在卫生间外面的 然后那旁边 是没有垃圾桶的 垃圾桶就是在你 就是叫什么来说 你床那边 或者是那个桌子那边 然后这个时候 确实没地方扔 确实没地方扔 所以那个洗手台又很大 很多时候 咱们就是说 扔洗手台上了 然后我不行啊 我不行 我要去给你 扔到垃圾桶里边 我要拿着你的东西 跨过咱们俩的床 到那个垃圾桶里边 我给你扔到 或者是我拿着你的东西 到厕所去给你扔了 所以我 很难跟别人一起住 真的很难跟别人一起住 就是我自己也难受 别人也难受 没必要 谢谢早餐赞助商的皇冠 谢谢 好久没有赞助早餐了 早餐 但我明天可能会睡个懒觉 不吃早餐了 上学 我发现其实我上学的时候 没有这么严重 我只是对 我只是自己 因为上学的时候 都是那种上下铺嘛 然后我们 就是洗漱的地方是公用的 然后洗澡的时候 是去澡堂 所以 我那个时候真的没有 现在这么严重 我是越长大毛病越多 我那时候只要求 只要求两点 首先我自己的那个桌子 那一块 就是我自己摆放的 非常有强迫症 加上我自己的床 就任何人都不能坐 我当时只有这两点 还好 然后像别人的 我就觉得无所谓 但是不能往地上扔垃圾 这个必须不能往地上扔垃圾 哪怕是他今天直日 他说他先扔 一会儿他再扫 在他扫之前 我都受不了 我都会就是 我提醒他 他要不扫 我就给他扫掉了 我们那个年代 我们那个年代 哪怕条件再好 那个宿舍是不带 不带洗澡的 因为那个时候 学校买的都是那个 都是有个张饭卡 你那个饭卡是 就是 就是去食堂啊 或者去澡堂啊 去打水啊 都用那一张卡 所以学校 学校会有一个 很大很豪华的澡堂 你要刷卡进去洗澡的 洗澡是算钱的 对 一卡通 现在会让我坐床吗 呃 就是可以坐床尾 可以坐床尾 但是 床尾的前提是 你只能坐在我的被子上面 不能坐在我床上面 再有个其次就是 你不能穿 你不能穿 你今天在外面穿的 那个裤子 坐我床上 你可以穿睡裤 坐我床上 我是不是有毛病啊 假日 我去别人房间 我也不会随便 坐别人的床 就 如果 我如果穿的是 普通的裤子的话 我绝对不会 坐别人的床 如果我穿的是睡裤 他房间前没有坐的地方 我会询问他 我可以坐你的床吗 他就算说了同意 我也会把他被子 好好地铺在他的床上 就是一般大家都不喜欢叠被子嘛 我虽然有强不证 我也不爱叠被子 因为我觉得被子这个东西 就是晚上还要睡觉 我叠他干嘛呢 而且 那个叠好了之后 床单就裸露在外面 很脏 被子对我来说 是挡灰尘的东西 我是不是有毛病 然后 我会询问 我穿的 如果穿的是睡裤 或者居家服 且他房间 没有任何能坐的地方 只能坐床上的情况下 我会询问他 我可以坐你床吗 他说了同意之后 我也会把他的被子 扯在我要坐的地方 我坐他被子上面 我不会直接坐他床单上面 我有毛病 被子这个点不好理解吗 就是因为你人是睡在 睡在被子 就是比如说这是被子嘛 比如说这是床 然后这个是被子嘛 你人是睡在这个里面的 对不对 你人是睡在这个里面的 对不对 所以你要保持 这和这的干净整洁 对吧 我人坐在这个床单上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绝对不允许 我在你家做客 我人坐在你这个床上 我觉得我脏了你的床 然后平时为什么 我不叠被子 是因为这个被子 它一叠吧 你看这个床单 晚上你要睡的地方 就裸露在外面了 这个灰尘 就是脏脏的 如果呢 咱们被子给它盖住 我早上起床之后 这不枕头在这吗 我被子会拉住 把枕头也盖住 就是盖在表面 咱们就是说党灰尘 有毛病行吧 我知道我有毛病 我知道我有毛病 不说这些 不说这些 这些 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坚持说我一个人住一个人住 我不是说自己有毛病 其次是我知道我自己有毛病 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有毛病 我不想因为我的毛病让我们原本是非常和谐的同事关系 变得剑拔冒伤 因为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我的床都是下铺嘛 我从来没睡过上铺 我也不爱睡上铺 不爱睡上铺的原因是 是什么呢 我忘记了 前面忘了后面忘了 反正我都睡下铺嘛 然后睡下铺就是 就会提醒大家不要坐我床嘛 但是就是有些人他可能本身大大咧咧 他也知道 但他就是记不住 后来我就学会了一招就是 我买了个蚊帐 然后我人不在床上的时候 会把那个蚊帐拉起来 他就根本做不了我的床 踩着我的床上上铺 踩不了 因为我买了蚊帐 我那个蚊帐一拉起来 都包裹住了 踩不了我的床 完全踩不了 防护罩 物理物理 物理的防护罩 而且我就是 我 我有强迫照到什么地步 就是 就是给猫铲屎 这个东西吧 就是 只要我人在房间 只要我知道了 他拉尿 不管什么时候 我会立马去给他铲掉 立刻马上 现在 定书 咱们 现在 立刻 所以 所以跟我住真的蛮崩溃的 而且主要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有毛病就是我的东西 我一般都是收纳 归类好然后整整齐齐摆放 好吧非常难受的 那种强迫症 如果跟我住的人他乱放东西 或者怎么样我会真的受不了 我甚至会 强迫就是要么你来 要么我来我把你东西摆好 但是你知道一般来说 没有强迫症的人 他就是弄好了一会儿又乱了 如果我们天天循环 这个过程我们的关系一定不会好的 所以我不会跟别人一起住 我会把你带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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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之前给你们讲过吗 我经常去我闺蜜家 我就是每去一次 我都会帮她收拾半天 她的那个桌子 她的双台什么的 她的性格就是那种 用了就丢哪儿 她自己知道 但是整个桌面很乱那种 我不行 我必须就是全部给她收拾好 归纳好这种 下次去又这样 又给她弄 所以我也不跟她一起住 我就是偶尔去她那儿玩一玩 或者是住一晚上 住两晚上的 我知道我们但凡住一起 其实不是跟她 是跟任何人 但凡住一起一定会产生矛盾 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 没有人跟我生活习惯一样 所以没办法 我所以知道为什么 我总喜欢一个人住了吧 不是说我这个人有多 多那个叫什么来着 多 对不是说我有多孤僻多独狼 多跟别人相处不了 是我的生活 我太难找到 能理解我 或者能受得了我生活习惯的人 也太能找到跟我 跟我能同步的人 太难了 没有那么爱干净 但是非常的爱 非常的有强迫症 这个是关键 就是我受 我可能有点受不了别人 我也知道别人绝对受不了我 所以我 我不要去说跟别人一起住 一定自己住 没有我是属于有点 有点过了的那种 我自己知道 我是属于有点过了的那种 对我觉得不影响别人 因为其实别人的 每个人的生活习惯 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习惯 大家生活习惯 大家生活习惯也都挺好的 我是属于那种 确实是有病的那种 有毛病的那种 所以没有 我不想去影响别人 我不想给别人的生活带来 就是 工作都那么累了 生活就应该轻松一点 我不想让别人生活都不轻松 对吧 属于影响别人了 那我一个人住 我自己反正住 我自己 自己强迫 我自己舒服 我每次最开心的事情 就是我收拾好房间了 我这里整理好 我就是 哇太舒服了 太舒服了 但我刚才跟别人一起住 别会有毛病 真的有毛病 我最喜欢的一件事情 就是 归类收纳 这是我最爱干的一件事情 我每次觉得太舒服了 很有成就感 很舒服 而且我喜欢 我有些时候还没事找事 今天真的 就是比如 特别闲的时候 疫情的时候 今天真的闲的 什么事情没有 那就好吧 我就把我这一片 重新弄 弄 全部再拿出来 我再重新归纳 重新归类 再收纳一遍 重新弄进去 这是为什么我东西 东西很多 我虽然没有断舍离 就是我不太爱断舍离 是因为我真的 就是归纳得很好 所以才不断舍离 如果我就是 比如说这一下那一下的时候 其实反而我很容易断舍离 就是因为我都收拾得太好了 反而没有什么断舍离的感觉 所以我非常 我真的很爱我的格子书柜 我的每一格 都有它的分类 我的每一格 都完成了它的使命 给你们看我的那个 这个是我绝对要要的 这个柜子是我绝对要要的 因为每一格 都有它应该放的东西 每一个抽屉 都有它应该放的东西 而且我放得非常好 这个东西必须得要 这个东西绝对要 这是我买的最满意的一个东西 太喜欢了 太喜欢了 我房间最乱的 我房间最乱的就是我的脑袋了吧 我房间最乱的是我的思想 所以我记得上次在跟我妈吵架之前 还有一次跟我谈到一个话题 就是关于 我没发现 我发现啊 就是你越长大 你父母越跟你 就爱跟你讨论一些 他跟我谈论到关于什么 谈恋爱结婚这个东西 我说 首先 我跟你讲过很多次 我不愿意结婚 其次 我觉得谈恋爱对我来说 现在不可能 我也很难做到 而且我 我就跟我 我经常以前跟我妈说 就是什么 我后来说腻了 我就跟我妈说 我说 妈就问我为什么 我跟她解释过很多次 后来我腻了 我就直接跟她说 我说 妈 我就说一点 我这个人结婚 唯一的要求必须分居 好吧 不能睡一起 你觉得有谁愿意跟我结婚 没有 咱就不结 我妈也是闭嘴了 这是 我说实话 这是我真心的 就是我虽然没打算结婚 但是如果说 如果有一天 我真的要结婚的话 我的唯一的要求是 咱们得有两个卧室 咱们必须得有两个卧室 你说全天下 谁愿意 没有人愿意 所以我觉得我不结 就是谈谈爱 甚至谈谈爱别同居 好吧 千万别同居 我想睡我自己了 我想一个人 我想一个人住 我求你了 千万别同居 睡在上铺 兄弟 不行 咱们不能在一个空间 咱们得有两件卧室 真的得有两件卧室 你们能理解 我的这个 这个癖好 不是说癖好 理解我的这个想法吗 我觉得可能和少会有人理解 你去 我讲难听点 你去相亲 你不说你的要求什么了 你相亲条件来 只写一个 结婚后必须分居 你这个 没任何愿意跟你说没的 觉得你有毛病的 所以我跟我妈说 我说 我说你千万别过 安排相亲什么的 我说我相信 我会 就是我见人家第一面 我就说 必须分居 必须 必须有两件卧室 我说这个相亲一定 谁来谁活 所以你也别过安排相亲什么的 别搞 我说我说我说我现在我我现在目前这个职业这个工作状态咱们不谈就哪怕有一天可以谈这些了 我说我说我讲的这些条件没有人能做到没有人能接受 所以你也别跟我聊这个别跟我聊 我没给你看我说我没给你开玩笑我说我没给你开玩笑我真的是这么想的 和好了吗没有 没有 没有 小心 我没给你开玩笑我看我你刚才能 jig 跟我和好的前提是 你一定知道 你一定了解我在讲什么 我们才能和好 哪怕你不认同 我不能 就是如果你还 如果你到现在 就是一直 一直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或者是你一直 不讲逻辑 对吧 你一直不谈逻辑 我们就没有办法和好 那天打了个电话 完了之后互相发了个短 发了很多短信 我发现就是 跟星座无关 也可能这个星座是这样 也有可能 也可能我妈是这样 我在讲 我在讲道理 我在讲逻辑 我在讲事实 我在讲非常客观的东西 而她一直在跟我谈感情 我感觉没法沟通 没法交流 所以我就觉得没必要 就是这话说出来 可能有点那个 虽然是我妈 我都觉得没必要浪费时间 因为我们 我们 我们不是同 我们 我们的思想 不是思想 我们所讲 所想的东西 不在同一条跑道上面 不是同个路子 没在一个点 所以我就觉得 没必要 先打 本来先打电话 我们都想 我想好好说 我特别想好好讲 我也有好好讲 好吧 她也有好好听 但是呢 经过两三句话 我发现啊 她强调的一直是感情方面的东西 而我强调的一直是事实和逻辑 然后我就觉得没必要聊下去了 因为我这个人可能就属于 也是这方面有毛病 就是有些东西可以好好讲 但是我会非常果断地做出我的判断 我的判断就是你听不懂 或者是你不想听懂 你必须得给我谈感情 那 我的判断是 我们没有聊的价值 以及 我们在浪费彼此的时间 然后我就选择了把电话给挂了 然后就开始给我发短信 长条短信什么的 然后我回复的都非常简单 回复的都是重点的东西 我认为是重点的 逻辑点和事实关键点在于哪 我觉得我们需要解决问题 或者是我们要交换想法 哪怕 你不认同我的想法 哪怕你不理解我的想法 你告诉我你的想法 我去理解 或者是我去寻找我们俩的共同点 没有一直在过讲感情 那算了 我最后就说那就算了 很难换回思考 因为我 我对这件事情的定义是 我们在吵架 对吧 我们之间有问题 那 关键点就是 我们要去解决问题 我们究竟在吵什么 没有 一直跟我谈感情 那就没得说 那就没得说 那就很难讲 很难讲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没关系 既然 既然还是如此 且彼此还很忙的情况下 咱们还是先各忙各的吧 没加回来 就是发短信 微信没加回来 因为我觉得什么呢 我觉得 我们电话都谈不拢的东西 你那个微信更没必要 你一直给我留言 有什么意义呢 我一直跟你 我一直跟你发 我一直跟你发 我的想法 你也不看 你也不想看 没必要 短信 短信也没发了呀 因为我觉得 如果下次还想聊 打电话吧 短信 我最后一小时说 那就算了 别发短信 主要是那天 有一个点让我觉得 确实没必要聊下去 是我真的一直在狠 我也在慢慢的跟他讲 试图跟他讲 我已经不想追究 上次还讲的一些过分的话了 然后呢 他 然后我妈就跟我说说什么 他说 他说他不能接受我 就是说话这么冷酷 冷血无情 我们感 我们好像是陌生人一样 不像一对母女 然后 还说 明明可以慢慢告诉我 你的想法 然后怎么怎么样 那我 我就在想 那我是在干嘛呢 我之前跟你 讲那么多 发那么多文字 你觉得我是在干什么呢 你觉得我是 我觉得这是我对待 我对待陌生人 就是 我对待陌生人 你句话不是讲的 我都会 哈哈你说的对 然后就不理了 这是我对待陌生人的态度 然后我跟你发那么多文字 你觉得我没有在跟你慢慢讲吗 我给你打的电话 讲那么多 你觉得我没有在跟你慢慢讲吗 我是觉得慢慢讲 你不听 你不理解 你还要一直 单方面的说出你的观点 加上 谈感情 那我觉得 不要去浪费这个时间 所以我都不想跟你交流了 对 然后你现在 反过来说我 说觉得我很冷漠 像对待陌生人 然后又开始谈感情 说怎么怎么样 我就觉得 可能我们真的 很难 他一定要我承认 他是对的 那没必要呀 如果这是你想要的 我可以啊 我可以 对 我觉得你说的对 但是我还是不会那么做 你觉得意义在哪里 没有意义 我只想告诉你 我非常想告诉你 我不那么做 原因在哪里 好吧 你能理解多少 你能理解我多少 你能认同我多少 都没关系 我只要告诉你 我只要告诉你 我的想法 你得告诉 我想让你知道 我不是无理取闹 我是有自己的理由 我有自己的想法 才不认同 你要让我那么做 对吧 我只要让你 对哦 就发现讲道理没用 那我们 不讲道理了还能讲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能跟我讲什么 主要是他跟我讲感情 本来我就挺生气的 我们之间讲 你觉得讲感情 讲什么感情呢 能讲的感情有多少呢 本来就不是 寻常的母女关系 这么长大的 本来就是有一些 别的因素在 有些别的故事 你现在你要跟我 谈正常的母女感情 我就觉得 咱们道理都没讲明白 你还跟我讲 我最不想讲的感情 那确实没什么可讲 只能讲我在忙 只能讲你也在忙 我们先忙自己的事吧 我们先忙 先把自己的事忙完再说吧 空了再说 空了想说再说 不想说就别说了 对 主要是你那件 我在忙生生公演 你知道吧 本来就心力交瘁 本来人就焦虑 事就多 你还一直 就是要跟我讲这个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 有什么能讲的了 能讲 如果咱们这一次 能讲好 我觉得是有用的 我们这次讲不好 我何必浪费这个时间 时间很宝贵 是 我是钉子银子铺呀 那没办法呀 那你又不过来帮我搬家 我只能是钉子铺了 那不都怪你吗 你来吧 好吧 速来 在你最忙的时候 给你重重一击 有一种 还嫌你不够忙的感觉 我也跟他说了 我说我很忙了 咱们能不能改天再讲 不要 不要今天讲 今天讲也讲不透 所以也不知道在干嘛 到的 主要是 也没有办法 到的房价 对吧 也没有办法到的房价 我也不是跟着我妈长大的 你说你 他也没有到的房价 这也挺好的 大家跟我讲感情 我在想 别讲这个了 别讲这个 前下再试图沟通 看嘛 他想试图沟通 再试图沟通 我不想再试图沟通了 我就像 我只感觉 我是属于那种 就是前前 要不试试 过了几个 过了一个月了 咱们也冷静了 试试 能不能讲讲 结果我后悔了 电话打过去 打过去没几句话 是我判断失误了 我现在就想挂电话 是我草率了 打扰 打扰了 是我草率了 打扰了 随缘吧 我觉得这个东西随缘吧 不强求 再说吧 我再说吧 打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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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会是 得不强求 打扰了 打扰了 我其实我对道德绑架一点都不PTSD 你可以道德绑架我 那前提是我们有这个道德之间的相互联系 对吧 我们要是没有这个道德 跟道德层面没关系的一些东西 你用什么东西能绑架得了我 而且最关键点是 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在吵 在情绪的鲜血 宣泄你用道德绑架我完全可以 问题是我咱们现在开始讲道理了 依旧能不能讲道理的时候 能不能不要不讲逻辑 真的很难记得 真的很讨厌 我不知道是我哪方面 可能是我性格 也可能是我人这样 也可能是ISTJ 也可能是处女座 我想不通 我最知名的一个点 最让我生气的一个点就是 当我跟你讲道理讲逻辑的时候 你跟我讲感情 这是最让我知名的 请讲逻辑 我还没 我还没 开始崩溃 请讲逻辑 对 所以就没法讲下去 我就觉得 不用浪费彼此时间 对吧 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这么讲下来 我好像确实有点冷酷 有点冷漠无情啊 就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先去忙自己的事吧 就这样吧 先这样吧 最近生日公养 然后 对吧 8月5号 我感觉我全心全意的 投入在 自己的事业当中 早点休息 我不休息 我不是等你过来帮我搬家吗 你还让我早点休息 什么意思呀 说话不算数 算数 说话不算数呢 怎么 刚还让我等着 这样来一句 你早点休息 是什么意思 骗我的 骗我 我 原来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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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用了 你现在滑龙舟过来 那得滑到什么时候呀 我这外面是条公路 你现在要滑龙舟过来 请问你得滑到什么时候 嗯 啊 准备滑到哪里去 为什么要在陆地滑龙舟 姐这叫有刘海 也可以有空气 刘海可以这样 最近愁的头发都少了 我最近在愁什么呢 我觉得我最近状态很好啊 然后我粉丝状态也很好 开心得不得了 所以你觉得我在愁什么 该不会是你在愁什么吧 就像 我有一个朋友怎么怎么样 你自己愁的东西 你不要强加在我身上 好吧 你在愁什么呢 你是不是愁的头发又少了 你在愁什么 你到底在愁什么 你的笑指是你的保护色 头发不热吗 就是有点热了 很长 很长很长了 对 也有可能是像这个 锅推一样 最近开心 头发猛长 那头发长得 我有点看不见 腰这里都看到了 长很快 小嘚瑟 没有啊 就是开心 最近 最近很开心 最近生日光也做完了 然后状态也很好 热度也 就是热度一直维持着 然后粉丝 就是大家也很积极 所以就是 很难不开心吧 很难不开心吧 谢谢阿渡 谢谢阿渡的一分 然后本来今天不是 塔塔开完了 答应粉丝直播吗 因为我得 那个 必须得 请陈宇兹他们 吃顿饭 然后就先去吃顿饭 对 吃完饭之后 刚好就是到了新中心 看了一下 然后把房间 稍微打扫一下 回到中心 已经快三点了 然后很多 很多粉丝肯定睡了 很多粉丝肯定睡了 不过没有关系 明天 明天我看看 有没有时间 我明天可能开电台了 因为绵果化妆 想直播了 明天可以开个电台 就是今天 今天晚上可以开个电台 然后后天公演 晚上可以开个直播 对 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说 不用等我 不用等我 我会开 我会 我会开电台和直播的 我等你们 不用等我 要是比较晚的话 就是早点睡 算也可以的 不行 我现在用偶像包袱 我现在用偶像包袱 我现在多少双眼睛盯着我呢 我可不能素颜 前几天 前几天 今天也戴了帽子 戴了眼镜 也算是有一点 抱负在身上 前几天 全几天还好啦 这几天 这几天可能 更多人看我了 那我得漂亮呢 我得漂亮漂亮亮的 迷死他们 迷死他们干嘛呀 我只 迷死 只要迷死我粉丝就行了 专注自己 专注自家粉丝 我只需要 我只需要把我的注意力 放在你们身上 放在我自己身上就好了 前面忘了 后面忘了 那就晚安吧 那就晚安吧 今天可以稍微睡个懒觉 今天可以稍微睡个懒觉 然后晚上等 搬家公司的过来 上门评估 他们要上门评估价格 然后评估完之后 可以开电台了 拜拜